影片中清楚描繪族人理想背景 来到都市打拼生活 面临到种种像是租屋购屋等住宅重担 而随着原住民族人口结构的演变 有越来越多族人迁往都会去生活 除了要支付日常生活开销之外 房租跟水电费同时也是一大负担 在外面住水电费都要自己出 对 就比较有负担 有十万元可以修我们身上的家 而且买装置还有二十万元的补助 而为了能够减轻族人的经济压力 提高生活和居住品质 原民会除了在林口社会住宅里 争取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入住户 也推出建构修山住宅以及租金补贴等政策 另外针对目前都会去十四个群聚部落 原民会表示将透过积极辅导 帮助族人规划安全完善的住宅环境 再逐步投影相关基础建设 有关社会住宅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特别 框住原住民的一定的一个比例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一般的购屋或者修缮 我们都有补助 比如购屋可能第一次购屋二十万 修缮十万 这个都是不无小补的 那么还有所谓的经济弱势的 这个原住民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尽量补助 我是觉得很多从原民来的那些资源 我们其实乡下部落的那个族群的原住民 几乎都不晓得 所以其实你说那些资源 其实都是提供给那些 可能真正已经有需要的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 他们可以申请 可是我们这些资源比较不好的 几乎都不晓得这个资源 由于依然有部分族人 不晓得住宅相关 补助资讯 期盼能够透过影像的宣传 帮助族人更加了解当前的住宅资源 原事情会觉得想迈 薛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